今天我用大家都喜欢的年糕来搭配黄鱼 做一道黄鱼年糕 寓意年年有余,步步高深 非常适合当做年菜上桌 首先来处理食材 黄鱼泡好洗净 用葱姜水浸泡10分钟 在鱼腹塞入一点葱和姜片 这样去腥非常有效 用厨房纸吸干水分 再准备好新鲜的年糕条 一点姜蒜粒 先把锅热透 接着倒油放入黄鱼 单面煎3分钟左右 翻面也煎到金黄 盛出来备用另起一口锅子 热锅起油 下姜蒜爆香 倒入生抽老抽 加入足量开水 把煎好的黄鱼移到锅里 大火烧开 盖上盖 转中小火焖熟 接下来加盐糖调味 沿着锅边放入年糕 最好让年糕充分浸没在汤汁里 焖5分钟左右 大火收汁 装盘 点缀上一些葱花 就可以出锅享用了